精明投资融入社区 我是您的温哥华地产经济Steve曲杰纯 房产投资呢 其实本质在于投资土地 而我身后的这一块三万多尺的大地呢 就位于温西最安静的Westmont区域 在2019年的时候呢 这片土地的价值大概在290万加元左右 在之后的故事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有关心的话都会知道 一年之内 整个大温土地升值空间最高到达20% 比如说我身后的土地 一块升值就有将近50万 身后的这个三万多尺的土地呢 一共被分为了两块 比如说屋主在一年内净赚呢 最高到达100万加元 在屋主原先购买的时候呢 想法其实很简单 来到这里呢 一定是华人来讲是一个传承的地方 他和他的家人一起来到这里之后 他希望他的孩子 以及孩子的孩子都可以住在自己身边 所以呢 他把身后这三万多尺的土地 通过土地分割 变成了两块一万五千多尺的土地 希望在湘宁的两块地上盖上两个特别漂亮的好站 这样的话 既可以拥有自己梦想中的家园 又可以在以后享受自己的千人之乐 但是呢 在这些年里面呢 也就是今年的1月3号之后 温哥华加入了购买土地的限制 很多没有本地身份的人 无法购买土地 并且建造他梦想的家园 所以只有我们拥有身份的人 才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投资 然后来把他梦想中的房子盖出来 来到西温哥华呢 都希望看到无敌的景色 那么最适合的建筑风格 就是西海岸石建筑了 超大的落地窗 可以看到无敌的美景 这就是大家所希望的地方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身边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类型建筑 也正在建造中 那么哪一种是你梦想的样子呢 请 tap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搵